Ayo聊刺激 天天龍可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殊的2v2對決 這場比賽好像不是賽事 只是單純的練習一賽 我們先來看一下玩家的部分 黃色選擇是葡萄人 黃色也是知名選手Reviver Reviver最近也是在苦練一些特殊的招數 就來看一下他們打這場特殊的2v2會怎麼打 那葡萄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金冠技術火神槍 然後點下之後就可以讓火器單位獲得彈道血的能力 不管你是要出火炮還是火槍都有彈道血的加成 所以你在後期即使沒什麼在控兵 也可以打出成盾的傷害 那葡萄人最大的特色 還是他所有的黃金單位是有8折優惠 那到了帝王時代還可以蓋一下趕溫大商戰 會獲得無限支援的建築物 那他比較特色的地方還是黃金冰 8折優惠更實際一點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他的隊友 那他的隊友是日本人塔塔爾 那日本人他的攻擊速度 破冰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那後期的日本的大型劍塔 還可以獲得銀罐技術的加成 讓他箭矢的數量再更多一點 這邊MIP換書了 那日本的後期呢 這個金冠技術 讓巨型投石機的攻擊速度更快一點 而且拆裝速度也會更快 所以後期日本人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文明 可以打強弩也可以打步兵 騎兵路線稍微弱了一點 但還可以喔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接下來介紹一下青色 選擇的文明是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可以把聖物放到修道院裡面的時候 獲得傷害的加成 自己的騎兵 還有自己的烈提斯 都可以獲得傷害加成 非常痛 最高可以加4點 他後期主要是打烈提斯跟遊俠 烈提斯這個單位 是可以無視敵方裝甲的效果 那接下來看一下 他的藍方隊友 是這個Dark Dark的話大家應該會比較熟悉一點 也是我們頻道常見一點的 Dark他的文明是孟佳人 孟佳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每次生死 村民宿都會多兩吋 經濟加成其實還蠻不錯的 後期的話主要是打相公跟大象 因為他的相公有這個抗招響 而且還有這個抗額外增傷 而且還有攻速加成 這個派科技點下之後 所以不管怎麼說 孟佳拉算是一個大象老頭國 大象生侶國這樣講 他的洛瑪打對方的戰毛兵 也是特別厲害的 還有加兩點傷害 所以後期的孟佳人 都是打相公老頭 配洛瑪的路線 會比較多一點 還有這個攻城戰項 接下來我們稍微介紹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圖我們是分成四塊區域 Rype是分飛在上方跟下方的位置 右邊他是遇到青色Dark 那上方則是遇到敵人的R1 PARD 這個不太會唸 就唸他叫好RE好了 那塔套他遇到的也是 就是對方的各一個TC這樣子 所以這場隊伍我覺得挺有趣的 大家一定要去用自己的城鎮中心 去各處各個地方應付敵方敵人 所以我覺得這場比賽蠻有趣的 來看一下這張圖 兩邊會怎麼打 目前看到Rype他們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的升級 青色早就已經升級好了 他打一個超級前期的封建快攻 但上面這邊是沒有該任何馬就 只是單純營運而已 下方這邊可是開始出兵了 出了一些肉 他是要先來針對塔套這邊的部分 欸 弱馬沒出 直層 唉唷 我剛剛想說習慣 他是要出弱馬怎麼現在還沒出 好 最後一隻刺猴 預怕 這個 預估錯了 他沒想到是打一個直層上去 好 直層上去非常快 他這張圖應該是有特別練過 好 這裡補一個馬就 兩邊都補一個馬就 Lype這邊也是打算要直層上去 那塔套這邊也是要直層嗎 看一下 看起來是要直層沒錯 好 補下兩個雙射箭場 準備要來對應青色這邊的直層騎士 那日本這個文明 城堡時代打奴賓也沒問題 畢竟有這個拇指環 好 後方 Lype想要抽掉對方的弱馬沒有機會 好 三方衝進去看個一下 這邊的配置是來到了12個人挖木頭 所以有時候 高手們他們都會去看一下對手配置是如何 可以稍微預判出 待會對方會出什麼冰種 好 這邊的弱馬會被換掉 好 黃金上的配置 現在還看不出來 這邊雖然是出出射箭場 但是他挖黃金的地方是在這邊挖的 所以現在 立陶宛這邊 是沒有辦法明確看到對方是要轉什麼 但已經看到這麼多射箭場了 不是打馬功 就是打這個奴賓 那現在日本呢 也新增了這個馬功路線 留底馬 可以打弓病時候加兩點傷害 這個馬功對弓兵 而且這個弓兵呢 是包含毛兵的 非常厲害 對毛兵有額外兩點傷害 甚至連戰毛兵 都可以稍微反擊回去 才不會被壓著的 好 那下方塔套這邊已經圍死了 上方這邊是稍微小圍一下 上方是想要出三射箭場 然後我們頻道之前一直在講 這個射箭場 你只要看到對方出三個射箭場 十之八九 就是要打馬功 就是要打馬功 OK 那果然日本一上城堡時代 就打馬功 那Viper這邊呢 則是要來前鴨寶的樣子 這邊食料已經夠了 好貴 前鴨寶沒錯 上方這邊 稍微有個修道月卡住 然後待會產出老頭出來 開始防守騎士的鴨子 上面也直接圍死了 好 這裡有一隻肉麻 斷了進去偷砍一下 我們這個門應該也是可以守得住 那Viper這邊鴨寶有個優勢 因為葡萄牠本身是一個生鋁國 生鋁跟火器國 所以他打這個風琴砲 配上老頭是蠻強大的壓制 而且他的老頭呢 只要八十塊錢 所以 他這個戰術是非常兇狠 在團戰來說也是比較常見的一種 但團戰比較常看到應該是 單純風琴砲不會配老頭 可能風琴砲配衝車啊投石車 或是轉一些騎士進行壓制的打法 或是轉肉麻 轉肉麻有點 有點規格外 因為肉麻主要的用意是要防對方老頭 去點這個475 遭翔自己的風琴砲 所以這個有點講得太深入了 我們先不要這樣講 先不要預判太多 預判太多 待會解說會有點複雜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塔套這邊是 三射箭場出馬鈴 開始反擊了騎士回去 圖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稍微打邊出兵邊弄的策略 後面的老頭想要招強弱馬 但沒有招到 目前看到 藍色哈克已經轉出了一些老頭 準備也要來進攻下方這邊 這邊是打算要來也是開個3TC而已 然後挖石頭防守的一個策略 Viper風琴砲給對手極大的壓力 上方這邊想要挖通 稍微拼了一下燈 這裡可以挖通 待會可以互相Cover一下對方 讓馬鈴也可以去幫Viper上面這裡 這張地圖我覺得真的蠻有趣的 這個就是你的策略上 要怎麼去制定 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只要策略制定得好 就可以幫到隊友 甚至可以打出一個連動 好 那上方的Dark 並沒有讓對方想要穩穩農上去 這邊石頭趕快挖 稍微出來村民都要一直挖了 那這邊可能會被打破 因為老頭基本上沒有辦法擋住 遭降村民的一個問題 可能就是要裡面這邊先稍微一下 把這邊先圍起來 圍個一長條的 不要讓敵人直接入行進來就還行 好 那目前看到Viper這邊是出了風情炮 開始繼續往前面壓制 而且馬上點下了帝王池袋 那葡萄牙單TC速帝王 也是一個比較常見的策略 甚至這一招連競技場都可以看得到 那目前看到立陶宛是潛壓一個城堡 後面來到了15隻的馬宮 但是立陶宛轉出的是奴炮加上仇死車的 反擊工兵系的一個策略 這裡也出了一些老頭 想要用招翔騎士去反制對方的工程系單位 但這邊是直接硬招村民嗎 要不要回頭招一下右邊 騎士招一下 招到騎士趕快去打後方工程系 開始打開始打 有點慢控了一下 但應該還是這裡收掉一台 工程系沒問題 非常極限 馬宮往後拉走 前面城堡應該是會被蓋起來 老頭應該要死去了 好 右邊也果然入侵進來 孟加拉的裝甲戰象 加上老頭壓制 那孟加拉人的老頭呢 也是有這個天生雙訪三點的裝甲 非常坦 這個垃圾兵不太容易擊殺掉老頭的部分 上方的神聖中心開始合起來 直接放棄這個 還行喔 反正這裡只有一片田而已 損傷的程度並不高 那白虎的上方也是單純使用老頭稍微防守而已 這裡牧區還沒有挖穿 那現在塔號的領地來說 左右兩邊都是急急可危喔 右邊這裡被插寶 而且老頭直接壓了進來 好聰明可能會一直被著想 城堡部分要決定蓋在哪裡呢 如果要蓋這個地方的話 要趕快蓋 可能要趕快蓋一下中間這個位置 這個是直接連環堡一直插 一直往前推進 好那這邊轉出了大量射箭場 然後就去進攻大殼這邊領地 但大殼這邊上大石牆喔 上得非常早 所以Biper這邊進攻 已經被拖到一些時間 好洛馬一直招向村民有點麻煩 好特寫重受不了了 點下了救出思想 要不要來招向Biper的工程器 大殼這邊 但風前砲其實一直沒有在鎖 這邊反正是轉出了奴兵 風前砲只出了一台 好立陶宛這邊開始轉出了烈提斯 那烈提斯這個單位喔 雖然血量上來說比騎士少很多 但是他的黃金造價是比騎士還要便宜的 所以烈提斯如果你沒有出騎士的情況下 有很多城堡的話 烈提斯是絕對優先出的 不會去出一般騎士 雖然立陶宛本身也是有遊俠的 那烈提斯還是首個短話 裝起來就對了 OK這邊抓掉了幾隻馬弓 那烈提斯這邊裝甲還沒有三級 防禦的關係 現在還在城堡時代 知道劍持傷害還是有點痛 好攻擊速度跟無視裝甲效的關係 還是撞掉了非常多的馬弓 好剩下八隻了 上方陳任宗最近也是岌岌可為 馬上就要被 壓迫到了 在上方的部分補了一根城堡 下方陳任中心 全世界歐印補了一根堡 不想讓這邊的臭名全部喪失掉 這裏有點難受 裝甲戰象補了起來 趕快這邊要按日本 日本武士 城堡蓋好日本武士 按個幾隻出來防守 也可以的 好但直接按肉馬也行 肉馬也可以解這個裝甲戰象 也可以打老頭 OK 塔套這邊想要升帝王時代 還需要一點時間 viper這邊已經帝王了 巨型投石機已經開拆塔套這邊 不是塔套 Dark這邊 Dark這邊看起來有點極限 後面完全沒有城堡可以擋住 因為蓋城堡也沒意義 本身後面viper有非常多的巨型投石機 要拆除的速度非常快 現在巨頭只要大概五六發 就可以解掉一棟城鎮中心 好上面開了一個洞 這邊肉馬想要去攔截 哇臭名到處跑 Dark好像快沒了 但是這邊下方沒了 上方卻要把塔套給收掉了 當然還好這邊還有一個城堡 可以稍微狗一下 左邊的馬弓繼續夾住 努力夾住立陶宛這邊的攻勢 那立陶宛在上方 並沒有繼續攻擊viper這裡 稍微收了幾隻村民 這隻其實是殺了一村 從這裡可能溜進來 OK 當然這邊快要降遇了 只要一降遇的話 viper就可以稍微保護一下隊友 火砲就可以趕快過去幫忙打下城堡了 但現在城堡這個火砲沒人防守 可能還是要轉一些老頭出來 去防守一下立陶宛的列提斯 哇 這一波打得非常精彩 上面轉了一些奴兵跟風情砲 來抓繞跑的村民 Dark這邊的村民 看起來安全地方並不多 好工程戰項再次過來 真的不按日本武士嗎 按日本武士解戰象很輕鬆的 還很快啊 傷害又高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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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戰車也在送 好 最後剩下幾隻 裝甲戰象 喔 戰車全部送掉 卡套這一波有機會活下來 Dark這邊還在努力猛攻 右邊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還有機會去挖個礦 哇 看起來 塔套是狗下來了 MIP這邊也快要挖穿 待會可以去營救一下 日本這邊的馬弓 哇 沒了 列提斯撞光 馬弓吃乾淨 左邊補下一根城堡 MIP開始要往左進攻了 好 這裡用巨型投屎機 拆木頭 把這個樹木給挖穿 讓 隊友塔套可以在這邊隨意進出 這邊 稍微要補一個城了 避免對方直接衝進來 照到MIP的領地 好 列提斯不管了 直接衝撞神任中心下方的村民 對 裡面人滿為患 是沒有辦法再藏更多村民了 所以沒有辦法躲進去的村民 只能暴打一波 好 這裡補下了槍兵 工裝彈彈兵趕快升上去 解下列提斯相當好用 好 上方經濟有點極限 好 但下方這裡有些村民 繞跑買牌還沒有發現 好 這時候 達克爾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上面發展得非常好 塔套這邊右邊可是又開了兩個城鎮中心 並沒有完全放棄右邊的領地 哇 結果這邊有點被 BIP的強奴卡到的關係 村民過不去 過不去之後只能 往這個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走來走去啊 哎呀 BIP有點卡到隊友了 哇 本來是想要救隊友 稍微卡到一些村民了 OK 這裡補了兩個軍營稍微防守 避免讓對方直接衝過來 但是火炮在後方也沒有辦法進行攻擊 換掉一根城堡 左邊這裡使用軍型投擲機開了一條路出來 現在所有列提斯開始回防當中 那BIP正面的部分 還沒有跟對方開打起來 兩邊都是打一個正常的開農方式 右邊有做一個大功用武的防守 好 這邊BIP過來救一下塔套日本的領地 上面的村民 中原方所來繼續工作 補了一根城堡 好 這邊列提斯衝爆了BIP正面的所有軍隊 強奴全部送光 好 這裡還有一坨強奴兵在這邊防守 這裡攻城戰項可以往右走 但... 大卡好像並不知道 他敵人就在下面而已 好 列提斯 稍微亂走一下 可以城堡收掉 好 那目前BIP的策略是想要先把 青色所有的軍事 把下方這邊的村民全部收掉 去反打回去 那現在BIP跟塔套兩邊的村民術 是稍微落後於對手 Dark這邊還是 蠻有優勢的 雖然Dark這邊已經損失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但是他是孟加拉人 只要TC guide的夠多 升到帝王時代 村民術就馬上補起來了 這是孟加拉人 比較快速回補經濟的一個方法 城堡補地王 TC多蓋一點 馬上補陣 後面的巨型投石機順利拆掉了巨頭 VIP的這一波 把所有的自己的強奴給送掉了 這裡要趕快補一個大石牆 不然又會慘遭對方的入侵 OK 大石牆趕快補 對方也有巨型投石機 這邊要趕快一直圍 這樣有點困難 然後後方列提斯也在後面瘋狂亂竄 團戰就是這麼的嘛 VIP的家裡也是被撞掉了一些村民 強奴已經成型起來了 十九隻 火炮夾巨頭 繼續拆除立陶宛的城堡 但立陶宛城堡在正面的部分 就補了更多出來 待會還是可以量產更多列提斯 繼續騷擾VIP家裡的村民 右邊則是補了更多的建築物 想要擋住工程單位 但是最終還是被打破進來了 踏到這邊復活相當困難 這裡戰車出來 反制也是比較沒那麼容易 戰車這個單位其實可以出戰毛兵 進行反制的 好 強奴終於往這邊 打掉立陶宛的一些村民了 Dark這邊雖然村民術剛剛被VIP滅掉了一國 但是這邊會回到140村 VIP的村民術則是只剩下84村 反正是塔套村民還要再更多一點 這就很奇怪了 被滅掉的那一國經濟更好 VIP這邊反而比較差一些 他這邊有蓋港灣大山在嗎 好像也沒有 VIP這邊是專注於進攻 港灣大山在並沒有補下 右邊的兵量越來越多 這時候塔套也終於補下帝王時代 那這個時間點日本要打的話 好像也只能打強弩 或者是打日本武士 之類的單位會更適合一點 那日本武士的話 先打戰車或是打列提斯 都有這個額外增上的效果 畢竟這兩個都是保兵單位 那日本現在城堡現在數量並不多 現在轉日本武士有點困難 先轉個槍兵出來 或是轉強弩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這邊稍微反擊 這裡有點送戰車 日本這邊大量槍兵直接戳爆立陶宛左邊村民 村民數下降只剩下到105村左右 左邊偷偷伐木村民也被抓包 這邊直接互相伐木 塔套這邊有沒有看到敵人的村民在自己家裡 無情開伐 但是Duck也不管這邊村民了 好 Viper開始回守家裡 塔套也把一些槍兵在後面駐守 看到列提斯上來 槍弩可以往後拉 但是現在沒有手術 Viper現在在空別的地方 但是槍兵這邊還是做到一些事情 幫忙Viper這邊擋住了第一波的衝鋒 但是還是擋不住列提斯的無視傷害的效果 而且是16加6 攻擊力22攻的列提斯 攻擊力是全滿的 四個生物都拿到了 好 上面的部分 大量的戰車 本身馬攻模式 開始反擊了強弩回去了 哇 Viper這邊看起來涼涼 第超案的列提斯太猛了吧 直接撵過 OPOP 那列提斯這個單位呢 現在打強弩 只要兩下就可以鑽石一隻了 這跟這個 跟這個什麼 薩瓦爾一樣 兩槍一隻 非常的猛 對 Viper這邊出強弩 是很難擋得住的 那打擊兵的話也只要三槍 就可以鑽石一隻槍兵 立陶宛後期 就是這麼的可怕 好 這邊轉出了相公 轉出相公的話 Viper的強弩就沒有任何優勢囉 金瑞相公騎兵已經出來 右邊日本人 轉出了一根城堡 想要打多線 好 這邊轉出的是戰毛兵 但戰毛兵只有打 戰車有用 打列提斯的寶兵 打這個列團的列提斯是沒有效果的 好 完了 看起來 Viper他們又要兩兩囉 好 Viper這邊也被 被迫轉出戰毛 但這邊只要一被轉出戰毛的話 列提斯又可以無雙 現在真是很麻煩的一個問題 一不出戰毛兵 相公又打不太贏 主要轉大量老頭 開始著想 看這個成型也要一段時間 好 槍兵開始輸出 好 卡到這邊 可能要再繼續撤退了 哇 相公反擊效果實在是太好了 好 上方列提斯大量過來 撞到日本的槍兵 日本這邊堅守這根城堡 還沒有被拿下 高打低 效果不錯 好 有一隻大槍過來 用雜搶到列提斯反擊一下 這根堡有機會修得回來 上方立陶宛也轉出了戰毛兵 那立陶宛在戰毛兵 防護力到後期 非常誇張 點下塔盾之後 再點下三級防 遠防可以高達10點 打對方強弩 強弩只能打一滴血 所以立陶宛反擊強弩的方式 也很簡單 簡單暴力 直接轉戰毛兵 然後配金罐 這個塔盾 好 OK 立陶宛大軍 列提斯26隻 直衝日本 日本的槍兵能夠拿下來嗎 扛不住 槍兵扛不住 下方的城堡 阿克補下了一根 碰到了日本的金礦 後面的經濟其實非常薄弱 這一波進來 日本右邊的基地 可能就沒了 好 正前方的viper 還在用戰毛兵 努力抵抗對手的 相攻入侵 看起來是暫時擋住了 但是上方的基地 已經快沒了 城鎮中心也被拔掉了 哇 這一坨脫挖金狂挖得好爽 沒人發現 好 日本右邊全部潰敗 這裡是 毫無懸念拿下來了 OK 塔套在家裡回補一下 經濟的部分 但列提斯還在往前努力送過來 這裡有三四隻的槍兵 應該是能擋下來 這波列提斯的壓制 但後面有戰毛兵喔 好 戰毛兵雖然不夠 稍微退一下 好 來回下方的戰毛 加上強弩 還在努力抵抗戰毛 戰車跟相攻 哇 大盒這一波衝得太漂亮啦 這根堡太關鍵了 直接把日本這邊完全打爆 那下面的大象呢 配上戰車也是壓制 Viper 壓得剛剛好 那 Viper沒有辦法 有其他行李去控制上面 上面的話就靠塔套 塔套這邊的話 要壓制回去也有點困難 對方有轉出了一些 戰毛兵 轉出馬弓是正確選擇喔 而且這邊也是重裝馬弓了 攻攻馬弓打戰毛兵也會加兩點傷害 好 出戰這麼大 還是都是一滴血 1加2喔 打一下是3滴 看他打這個 戰毛兵傷害起來不錯喔 畢竟打下3滴血 但是戰毛兵打馬弓也是不錯痛 日本直接上前戳掉 後方的城堡 沒辦法修回來 沒有支援 Viper的城堡直接倒地 好 日本轉馬弓 這一波是有機會守下來 但是Viper的正面可能快要沒有了 大象已經踩到Viper的農田裡 下方的城堡中心也爆開 沒有採礦一定的關係 回頭想要放金礦就往後走 尷尬了 塔套是84隻村民 Viper這邊也剩82村左右 村民差距現在是來到了一倍 村民出路來到163村 對上82村的Viper 一倍村民的壓制 太可怕了 OK 正毛兵這邊收的差不多 好 前方馬弓 收掉一些數量 哎喲 卡套有反打的跡象嗎 但現在重點不是反打 現在是要趕快繼續夾住 只要有夾住的話 就有反打的機會 但現在連夾住都很緊張了 如果有足夠的兵力的話 還是不要往前 先專心防守 會更重要一點 好 烈體絲上前 攻擊這些槍兵師太快了 馬弓也是死傷慘重 好 這邊攻擊戰項一直往前 已經變成攻城戰項了 OK 攻城戰項 往前開頂 現在這邊戰毛兵 往這些戰項 完全沒有辦法 就只能慢慢打而已 好 戰項公這邊出戰物越來越多 大可這邊也可以轉一些肉馬 對 這個輕騎兵 可以打戰毛兵 效果其實也很棒 好 上方馬弓很快要扛不住 立陶宛加上距離頭時機的 還有戰毛兵的前壓 這邊高打第一打戰毛兵還蠻好的 好 這時候 Viper 跟 Tato 搭出了 Gigi 哇 這場比賽 大可打得真的是非常漂亮 雖然他是第一個被 Viper 都更掉的一個玩家 但是他的後方的領地去守得好好的 也很厲害 直接用老頭配上巨頭 還有一些少量的工程戰項跟戰車 就收掉了 Tato 所有領地 主要是因為 Tato 這邊會被拿下來的關係 是因為左邊 立陶宛這邊也打得很漂亮 風防裂提示 一直騷擾 Tato 這邊的領地 村民樹一直沒有辦法穩穩起來 經濟上被打出差距 又被滾雪球 雖然大家一直在互相換家 Viper 這本來是 Viper 的家 被換掉了 然後換來這裡 然後這邊是 反正是立陶宛家 變成 Viper 大家都互換家 但是最後還是 感覺是換家 換得好的那一邊 會更有優勢一點 那後期選的文明 像是相公這類的文明 像是達魯皮圖 還是孟加拉人 在這種大後期的局面下 還是更優秀一點的感覺 還有這個婆斯 越南之類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是由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拿到了 大概一領先 兩到三萬桌子資源 KD的部分 則是1.42跟1.31 立陶宛的獵梯 傷害值實在太高 KD拿到1.4 非常的兇 佛塔則是只有0.8 跟0.65而已 差距還是蠻明顯的 後期文明 在團戰來說 還是更優秀一點的感覺 好的啦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